美国华人政治联盟主席庄春慧表示 加州3月期中选举 角逐公职的参选人众多 预计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选举盛况可期 选民投票率也相对地会提高 联邦众议员选举中 在华人社区享有胜誉的赵美新 争取连任27区联邦众议员 每次选举均是以绝对优势 击退竞争对手 其席位定当垂首可得 加州29选区参议员张灵灵 和加州众议员49区 现任众议员周本利利拼连任 加州众议员57区众议员候选人 Sylvia Rubio奉献新力服务社区20年 他认为加州必须解决住房危机 鼓励开发更多平价住宅 如斯密市现任市议员劳朱嘉宜和邓舒灿 以及天普市现任市议员文尚晨 市议员威廉姆曼 由于初选报名无人挑战 将继续连任 政治联盟本次被输人选中 有新参选的鼠面孔出现 其中之一是丁炎瑜 Tony丁 丁炎瑜来自上海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脑系 兰美修读或电脑硕士 盟市共有四名市议员候选人 饶影凡以望饶 拥有25年财务和法律背景 作为中间力量 支持教育及青年发展 绿色环境 警察和消防员 本地商业 增加市议会透明度 不支持加税 反噪音污染 大麻业务 及隐藏市议会议程 罗佩婷 Henry罗 是连任五届的家伟学区教委 也是加州49选区 众议员周本利办公室幕僚 拥有丰富经历 希望加入盟市议会 为居民发声 帮助盟市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几瑞都市3月 市议员选举选情也很激烈 共有9名候选人竞争3席位 其中有现任市长 Norich Solanke 与市议员Jim Edwards 寻求连任 另外的华裔候选人 黄正芬 Jennifer Huang 和谢苗佳珍 Sophia Hsie 两位实力强大 也有望当选 洛杉矶社区学院 学区理事会主席 舒瓦金·Scott Swarkin 连任三届主席 在任期间参与 由洛杉矶市政府 洛杉矶联合学区 及社区学院学区 共同启动的 洛杉矶学院承诺项目 而且在学生健康医保事业上 做出贡献 城市卫视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 sexual書施看 参与 参与